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就和大家做一個雞煲 之前我也做過雞煲的 這次就是一個簡易的方法 我還加了一些蔬菜 就是 椰菜花 脆肉瓜 還有豆泡 這樣就變成像一個菜 連同一個即食的雞煲醬 很簡單就可以做到的雞煲 不如我們現在開始吧 那材料呢 我就是有一隻雞 接著就是有些配料 配料呢 我這裡就是用了洋蔥 薑 蒜粒 乾蔥 芫荽 還有一些辣椒 還有一條蔥 那我們今天呢 我就用了這個沒有激素的黃油雞 就來做的 那你見到這個雞胸裡有個空 是因為它包著的時候 那個保鮮紙有個洞 就是有少少乾了 其實沒有東西的 那我們就是 將雞切件 就不要太細件 比較大件少少 它就耐煮一點 那就會保證它就會滑一滑的 那我雞腳也去到腳趾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 斬好之後 我們就用水沖洗它 洗乾淨呢 那些髒的東西啊 裡面的內臟碎啊 如果有碎骨可以沖走它 這樣 接著呢 我們就是浪乾它 浪乾了之後呢 就順便就拿些廚房紙 塗一塗它 它因為呢 要乾身呢 它才會吸收到我接下來的醃料的 那呢 首先呢 就加些糖啦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糖 醬油 還有蠔油 每樣少少 最後呢 就加三粉 就拌一拌它 那為什麼要 加些底味下去呢 那就是因為呢 除了辣之外呢 雞因為有這麼大塊 它裡面有些其他 有它自己的味 會更好吃的 那最後呢 就加三粉 或者鷹粟粉 拌均勻了 拌到呢 看不到生粉 那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預備配料啦 你喜歡呢 看下喜歡怎樣的配料 我那些蒜頭呢 就是一粒粒的 就拍一拍去的 那辣椒呢 就釋除不便 我想再辣一點 可以再加 那 乾蔥呢 我就切絲 然後呢 就是洋蔥呢 就切一大片的 嗯 配料呢 真的可以 所以你喜歡 放多少都可以的 我就放大概 你看到這麼多 那另外還有一條 蔥和一些芫荽的 那些就是最後才放的 然後呢 我就是 買了這個 醬 是 在超級市場買的 那它呢 全部有齊齊材料呢 你不需要再 去配的了 那它有一個 辣度驚人的粉 那我就沒有放的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煮了 為了它更加像一個菜 呢 我就還加了一些 椰菜花 豆泡 和脆肉瓜 你喜歡 自己的蔬菜都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預熱 鑊 加些油下去 輕熱鑊 另外呢 那個醬呢 它就叫我用半碗水 開 稀它 那我就只加了少少水 煮到它 攪得到就可以了 煮雞煲呢 有三 只是三個大的步驟 就是 煎香 雞 然後呢 爆香材料 和醬 最後呢 就是焗它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那我們現在呢 首先就把 所有的雞 放進鑊裡 然後呢 這個 我現在是用一個大火的 那就是 煎香 然後呢 煎到呢 煎到呢 煎呢 煎一分多鐘 等到它呢 表面金黃色 那因為已經放了三份 那它就已經鎖了一些肉汁在裡面 那這個雞呢 就會耐住一點 還有呢 還可以保留那些雞的味 在雞裡面的 你看看 那些雞很漂亮 那隻顏色 好 然後呢 我們呢 分多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反轉它了 那你也看到啦 是有 那些雞呢 就已經看到 有些金黃色在這裡 兩邊都是這樣 這樣煎一煎它 但是呢 我們不需要煎熟它 你看看 雞又出來了 那 煎好之後呢 看看 金黃色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蒸起去 然後用回魚鑊 我們就爆些配料了 洋蔥 蒜頭 薑片 辣椒 乾蔥 全部放進去 然後呢 就開始爆了 爆炒它呢 就炒到它呢 除了呢 是金黃色之外呢 就是你看到 那些洋蔥 開始有少少 半透明的狀態呢 炒到那麽上下呢 洋蔥差不多半透明呢 其實我就 現在已經把火 調小了去中火 或者加少少的 為什麼呢 然後呢 我們就把乾料 放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一來呢 就是不想乾料太猛火 炒到它呢 就會變苦 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太猛火 太大煙 你很容易煮到整個廚房 會很大 煮煙味 令到那些辣椒的辣味 會令到呢 很瘋狂 所以呢 我就會這個時間 我把火轉中火 然後慢慢炒 炒到你開始是聞到 炒到辣椒味啊 那我們就可以呢 把雞呢 放進去 把鍋放進去 把鍋放進去 嘩 好香啊 我們現在呢 就把材料拌勻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 把醬放在中間 隔少許位置 中間把醬都放進去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中間那裡 爆一爆 然後呢 就把醬和雞呢 混在一起 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吸收這個醬汁的味道 然後呢 這些材料 全部的雞呢 都混在一起 然後呢 我們這個時間呢 就可以把我們 之前呢 預備好的 椰菜花 豆泡 和這個 脆肉瓜 放進去 脆肉瓜可以切厚一點 少許的 讓它耐煮一點 然後呢 我也是這樣 混在一起 現在呢 仍然都是在我們的 第二個 步手 爆炒的步手 那裡 後退一輪 將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一些酒 你喜歡放紹興酒也可以 又或者好像我這樣 就這樣放日本的清酒也可以 多一點都沒問題的 沿著鑊邊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是 鋪好它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第三個步驟 蓋住它 用鍋蓋蓋 蓋住 慢慢焗 焗它幾分鐘 你看我呢 暫時沒有下水的 因為呢 這些蔬菜都可能 會慢慢出少許水 我們一會兒 稍後再 著兩下少許 這樣 說明是雞煲 我當然是預備定個鍋 那我這裡呢 就有一個呢 是 黑白狼的 鍋 鍋 那我呢 就把油呢 在鍋的上面呢 拿均勻之後呢 就拿一個小火 慢慢去預熱鍋 先 接著我們就回來這邊 看看這裡 煮了幾分鐘之後 它有少少的汁出來了 那你們呢 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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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呢 我這個是當作菜吃的 那所以呢 我就未必說 需要加很多水的 不過呢 現在這個情況 我加少許水下去 等到它再多少許汁 那就差不多了 現在這樣看已經很棒了 哈哈 那我們呢 就加兩瓶子的水下去 接著呢 再焗多一會兒 焗到呢 連些蔬菜都開始 有少少半透明呢 那就 完成了 開鍋看看 哇 雞煲已經完成了 哇 是不是很吸引呢 接著我們將它過鍋 將它倒進鍋裡 這個鍋呢 其實已經預熱了 那所以呢 它是 雞放進去不會冷了 那是仍然可以保住溫度 用這一種的 鍋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夠熱 亦都可以保溫 如果你不是用來打火鍋的話 它呢 做一個 煲仔菜 放在桌面吃飯的時候呢 它可以保溫度很久 不用說呢 要開著火鍋 在下面 放著它 看見都流口水了 哈哈 用來拌飯呢 就正到爆炸 我老公呢 就自己煮了一些烏冬 用來拌麵 我就這樣吃 所以我就沒有 沒有配飯 那些就這樣吃 因為其實你都看到 除了醬之外 我沒有特別 會再額外加鹽 那些 在這個鍋裡 我一點鹽 都沒有加到 因為始終呢 你下雞 你煮東西 雞煲 你下了那麼多醬料 其實就不需要加鹽的 咦 是不是差那麼多東西呢 是啊 還差點東西啊 就是芫荽了 把芫荽放進去 然後呢 蓋上鍋子 焗多它一分鐘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起菜了 哇 你看看 我設置到桌子多漂亮 哈哈 好了 那我現在呢 就開蓋 給大家看看 成品了 哇 哇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們覺得 合不OK呢 希望你們都喜歡 接著呢 就是拍照的時間 我拍了很多相片 我之前也做過雞煲 就是用自己的 調醬 這個就是現成醬 其實兩樣都沒什麼所謂的 看看哪樣方便你 做雞煲呢 最棒的就是 一鍋過 就不需要做幾個菜 就像我一樣 加了一些菜 下去呢 就變成一個菜 就已經搞定了 那因為外面快天黑了 我要開燈了 有一點點黃黃的 回來啦 雞煲已經煮好了 我們都煮好了 好想 你吃嗎 你看一下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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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很滑 而且我沒有加的粉 而不是說極度辣 而是中小辣 雞肉很滑 很滑 喜歡的話可以慶著吃 或者像我這樣當作一個菜 除了有雞肉之外 還有一些花椰菜 還有就是脆肉瓜 還有就是豆泡 豆泡真的會吸收了味 超棒 脆肉瓜外面滑 外面辣,內面就甜 其實很配 很配合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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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吃多一點 入口即化 如果是想吃火鍋 吃完之後就可以加雞湯 然後就可以 喜歡加什麼都可以 那我就當作一個菜 就是今天這頓飯 一鍋過 有菜有肉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你這樣不斷 嘩